兩位正在治療中的國軍的同好 對於已經離開我們的兩位 一位是蔡柏宇跟另外一個陳志勇上是他們兩位的家屬 我們向他們兩位的家屬表達 我們對他們兩位對國家的犧牲奉獻的敬意跟感謝 也請他們的家屬務必要保重 陳志勇上次的父母親 還有他的妻子都以陳志勇為榮 他們認為陳志勇對國家的奉獻 是他們覺得一件很光榮的事情 陳志勇的妻子因為已經懷孕 我們將會給他最好的照顧 讓小朋友可以平安的生產 也可以平安的長大 蔡柏宇的父親 因為去年 妻子過世今年在國有離開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傷心 我有請他的兩位社科多多照顧父親 但是他們兩個家屬都非常為他們的子弟為榮 對於他們對國家的奉獻跟犧牲 他們覺得很不捨 但是在同時他們也覺得有這樣的子弟 他們覺得很光榮 至於兩位正在接受治療的同好 一位是阿瑪勒 他們也跟他的姐姐表達慰問之意 阿瑪勒的狀況是 他現在可以這種呼吸 但是需要提出的協助 算是過了第一關的挑戰 後面還有一些挑戰 我們會給他最好的醫療照顧 希望他能夠克服後續的挑戰 能夠康復 再加入我們一起為國家來打拚 另外一位我們陳諾瑩 中士 是個年輕的女生 她的艙應該屬於青傷 她吸入了一些海水 她的肺有在發炎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院方對她的照顧很好 她的情況看起來也不錯 我們希望她能夠早早康復 我問她說 會不會因為這次的意外 使得她將來不以心裡有一些困難 她說不會 恢復以後 她將會返回她的工作 有受傷的弟兄姐妹 我深感沉痛 哀傷 不捨 我們所有的國軍弟兄姐妹為國家的奉獻 我真的很感謝她們 意外事件 我們相關單位都還在調查當中 我們也請國防部 我們也請國防部 我們所有的弟兄加油打氣 希望她們不要因為這次的意外事件 事情受到打擊 也請國防部對家屬後續的照顧 能夠以最高的標準 最好的待遇 讓這些家屬 在後續的生活上 沒有待遇的地方 然後請國防部對家屬 我們將最好的行動 勞 跟國防部對家屬